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10月9日,星期六 今天還在暴風球中 但是待會說會下球 雖然今天都退完又退完又退 但是應該明天五馬來跑 但是因為持續很少 很久沒有印象 可以連續下三天這樣的雨 所以場地一定是巨大的影響 但是泥地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沒信心 因為下到這樣就不是一般的深海地 因為一般的深海地有時候是泥漿 不,有時候是泥漿 有時候是泥斑 但是我相信這樣的雨勢 會令它變成泥漿 泥淌 好像踩到水淌 看到那些馬 那樣的話,放鳴追 真的不知道,真的跑下去才知道 還有又要看明天繼續下 所以我會選擇搞一些 易搞的草地 是不是真的易搞呢,不知道 但是那組馬我選第二、三場 那組馬就少一點對手 就是太多馬真的不行的 那我不相信有什麼場地可以幫到那些馬 那這些,向這些入手 試一下吧 還有,大家見今天 大家應該經常都來在家 拍片 一起出一下水 那樣呢 那,第二場 首先 那,我昨天說的那些場地 還有我貼的 前天的那條片 就右上角貼回來拿了 大家可以過去看 那,多謝支持 那,第二場呢 就四巴一千 我選了 靚蝦女 靚蝦女 就是初春馬 那為什麼選初春馬呢 變化地 但是一來呢 我本身是覺得這組馬呢 是極之多草都唯的 Manus這組 我自己喜歡這個副系 寶羅城全八卦 泥地 草仔全部都可以 人王家興菊草都可以 好玩光 也是菊草都可以 全城的直路專家 但是呢,我更加喜歡 就是他一隻退役 都很多年前 豪日 方家拍的短頭馬 經常都跑初春馬很好 還有那隻高伯生的 菊草千二那隻 問頂高峰 又是經常都跑Fresh 很厲害 所以我那隻初出呢 我那隻很棒 那麼就看回這隻馬 粗連 因為他上季是伊布馬 伊布大陸馬 但是其實5月已經動了 這隻馬 但是過傷了 一試完閘 所以休息了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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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個閘 草地 三年草地 三年來地 浮谷 我是喜歡這些新馬 因為 那個聶馬斯有信心 你性性很強 試完它 試到準為止 這樣 或者叫做 任何的 situation 都給你經歷一下 學一下東西 這樣 這幅是最近的 過了房屋局時 一千米 你同場有隻叫姦韻財 這是惡夜 這樣 你看旅人移檔 他的前速 最重要是留意 因為這一課集 偉大特意剝了他的頭罩 所以 我覺得他是試著它 讓他看看他有多急 因為這隻馬其實都是 前速快 新馬 一起步 這隻靚蝦女 幾步已經出來了 周俊我這裡 就要捉緊他 因為這隻馬真的搶 他的前速很快 因為真的噴出來 這樣 你見外面那隻 是董大 4號那隻 2號 放了出來就是靚蝦女 董大 大家一定要留意 想不想成功 然後1號就是佳運財 6號就是奮鬥紅財 今次都會同場 8號外面 紅三日勝利才子 就贏了這課集 那你見靚蝦女 就要一馬當先 自己走 當然走得順 放你知道 試著特別過癮 但我覺得這課集 對他來說最大的考驗 就是毀了頭罩的情況 而今次出賽 偉大最後決定 用回頭罩 代表他覺得 太急了 這一刻 不可以拔掉頭罩 但是 你見他 其實你見他這裡 以為他力藥 被人過了 外面董大和生理才子 一齊上來 你見這個位置 你見他都被掩蓋了 好像他起碼輸了一個馬位 但誰知道 其實他最後幾步 偷了兩下 他上來 然後過終點 魚勢 過了後面那些馬 即是過了外面那兩隻馬 我挺喜歡這些 代表他又有魚勁的感覺 而且他儲著已經是嚴腸了 那換言之 他這次套回頭罩 我相信他沒那麼急 頭了幾個 那樣 最緊要 因為他放頭的最大對手 就是閃電電馬 但是我覺得 閃電電馬真的太足了 對葉初樂來說 我覺得這些嚴患 我自己也不太放心 本身 雙眼底嚴重 很嚴重的雙眼底 然後另外一件 就是潘頓的粗路 已經含含含含 但其實近兩季 潘頓和沈悠成 那個合作紀錄 不是 潘頓和葉初樂 那個合作紀錄 真的很一般 你說是否真的那麼順 益情假期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第三個就是除了眼罩 因為這隻馬 之前戴眼罩 其實就是因為他前觸不夠快 所以才要戴眼罩 那你說他是不是戴眼罩 又會放得出來呢 我不知道 還有這隻馬 我經常都喊雜的 要是喊左 要是喊右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但是總之 我覺得太多不穩定的東西 你要他這麼熱來買 我就不值得了 相反來說 我剛才都說了 他的好東西 如果他真的拿到難放 那當然更好 你說真的 你這場馬很少 可靜路賽這麼少的快馬 只有威妙星 但是威妙星完全沒有試過雜 我有一些保留 還要旺盡 那你說其他呢 同場真的沒有一隻快 有主意呢 其實我覺得上場 雖然追得不錯 但是這次呢 你不知道 他會不會再慢一點 因為他上場頭段 都挺柔軟的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加程 那我自己呢 就寧願搏一隻有錢束的 靈蝦女 多一點 這些短途賽 那不要搞那麼多 然後呢 就去第三場 第三場呢 小弟就選了這個影澤 7號 那影仔這隻馬 其實一直都令人失望的了 由上櫃開始 整天都被人熱捧的了 整天都被人熱捧的了 麥拉騎過 潘頓騎過 那就是個個都不行的 整天都熱的了 所以他 但是呢 我那個上櫃呢 那路程一直上了 1200跑到1800的 然後縮火到1600 都是贏不了 但是其實呢 很多局他追得很厲害很厲害 那我想看這局呢 上櫃的 就比較遠古的了 就是2月28號那天 B加爾蘭 那天的B加爾蘭 那天的B加爾蘭 一面倒是 要入面省位走的 嘩這隻影仔那天真的 虧到媽媽都不認 但是為什麼我說 我記得他 因為當天呢 我選了這個威威高星呢 同場 由包美走上第六局 威威高星做跟進馬的 那最後呢 季美威威高星就還回來了 兩Win 三Win 我都忘了了 總之很好成績 但是影仔呢 其實當時呢 我絕對覺得走勢不差 比威威高星幾多的 那這場馬呢 就是我當時很有信心 我跟大家說 我忘記說了什麼 總之我說二進 第二局跑一定買那一局 就是這局順利贏了 事實 那同場呢 其實這次再同場 就會有一隻紅衣震撼的 因為影仔其實很久沒有跑過1400 所以很久沒有對過這群對手 影仔當時呢 其實他出閘特意捉後他的 就是包美那隻灰馬 白袖那隻 他特意捉後這隻馬的 那樣呢 捉了他去包美 另外一隻包美的灰馬 就是威威高星了 那看回前面 因為紅衣震撼 那張13號 紅衣那隻 就當漂亮 所以他又走在中油 那貼欄應該是832進來的 然後看回前面 其實就是合約精神 然後外面呢 就說明來得得那隻 我忘記了什麼買 跟著 啊不是 說來偉大那隻 是厲害的精彩來的 然後外面還有一隻庫存大師 然後貼欄街大開心來的 在中間是雪卡之友 外面是電訊火箭 3點 然後呢 EI咪3 影疾灰馬 其實 這裡呢 也要折一下 那現在呢 因為其實 你ね前面這些隊員 已經走快了 但是呢 雖然後面的馬 稍微有這追 但其實還是要省著追 因為這場頭馬就是二隽 第二是紅衣震 後馬 現在也是在裡面的 哇 影疾你看這個彎 他自己的一隻呢 走出去四五跌 那麼轉了 這個時還被龍城王將 推出一些 威威高星相对的 现在在他后面 但是他在个弯位比较省 他等转正才拿出去 影侄就比较心急 就一早就飞出去 那你见直路来敢飞 当然是往空了 可以你拍完威威高星看看 内侧是红衣 中间那只是红衣震衡 打开了 都骑尽的 但是前面影侄出来了 红衣震衡跟于影侄的跑线 那外面影侄其实最后几步越冲越劲 你以为他拿下第二 谁知道最后被红衣震衡 打开了第二 他只有第三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摄法 已经证明了他至少是一只 比红衣震衡的 那当然你说比红衣震衡 也不代表什么 那只都废了 但是首先这一棵 这个榜就比当时有轻了一大绝 今季又跑了两场 二组身 然后呢 然后还有同场 真的没有什么对手 这场是1400 我觉得1400 比1600的水晶就低很多 因为1600 之前有些保罗成全 甚至有超速 还有 总之四关的1600 其实就是我虎藏龙了一阵 但是1400呢 其实上季你忍仰跑来跑去就果然有 二进成都有一批 总之那些马不是太厉害 但是整天摆在前面赚了一个形势 那相关的影子呢 走上去1600 我觉得他战斗力其实是在的 还有很久会赢过 真的很想赢 那当然不是你想赢就大了 但是今场呢 他有这样的变数了 因为呢 这个榜适合了很多 那个档啊 不用那么出了 不用那么留得那么厚 可以来一些中游位 就是换康明年 我觉得你说 会不会很难拉近呢 不知道的 但是起码有些新鲜感 整件事 立刻 这样呢 还有呢 这场马其实 要是没有马放 所以呢 变相的形势呢 可能变了你走了出来的变数呢 上场他又跟到个黄金包上位了 走得很漂亮啦 虽得 但是今场呢 分分钟他六档 走了出来 他要迫着放 你迫着放他 就不错了 这样子这些质身马 一变了跑法 随时完全没有了 可以 至于阳明岚热门 当然你说的直播率呢 已经是立刻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那相反应 暂时呢 说现在跳一跳 8.4% 刚才我看了 还有整十倍 是啊 那同场呢 对手真的不是说多 你见红衣震撼都热到这样就知道了 就知道什么了 你做吧 水都不涵的 真的 有些是过气呢 譬如威俊区那些 我自己没什么信心 就跑得快 然后呢 就财照法又是初五千四 那就 接着呢 算不算上手了 所以呢 我觉得影侄呢 你说变不变化地也好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有得 那今天我的推介就是二场七 美侄女三场七 影侄 希望变化他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支持 记得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按下红键 点赞留言分享 那我这条片特意拍短点 那试一试吧 短点会不会有另外一批观众看呢 最主要订阅我频道 subscribe 最好按一下钟 那我的不定时出片呢 你们就跟到了 多谢大家支持 明天赢多些 那 拜拜